空投市場有人說 買了某一架股票就比較穩 那個根本就不懂股票 不然他不會這樣講 鬼扯啦 股票市場輸價特性 空投市場拚命找多擔 你看我講有沒有道理 空投市場不管你躲到哪裡 最後都是賠 躲到哪裡都沒有用 在民股市錄568條 認清放空的意義 是因為看空 看跌了才空它 不是跟多頭對立 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跟自己的 因為你不這樣做 就跟自己的核包對立 空投行情最佳附身符兩個字 放空 空投行情最佳附身符 兩個字 放空 即使你輸贏不大 你套的股票 不會再擴大 這要格局不對 這要放空就不會做多 懂意思嗎 放空的意義 開始有了多空的認識 擺脫套牢的命運 你所有套牢的股票都是一樣的 因為你不會做空 懂嗎 你不會做我帶你做 做空難度很高 你不要自己亂做 然後空了被尬 張宇敏都你害我的 你不要亂空 懂意思嗎 你來跟我 不然你不要亂空 好不好 好 做空的意義 不是讓你賺進金山銀山 你要記得 這張宇敏股是326 這很重要 是讓你有風險意識 知所進退 不要空投完你要傻傻買多單 還貪平套牢 還貪平再加碼 讓你有空的概念 做錯時不會越陷越深 你看我講的多有道理 從此遠離 一般散戶 一直在套牢的宿命 套牢很痛苦 保留資金實力 將來翻多的時候 你才能夠全力追擊 我才能夠進出